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自2021年2月担任英特尔执行长。 2021年3月提出IDM2.0战略,并成立晶圆代工服务Intel Foundry Services,即IFS事业群。 2024年2月,英特尔在IFS的基础上成立英特尔代工,并从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独立核算。 为提升代工业务影响力,英特尔做出多项举措。 2022年2月,英特尔宣布成立10亿美元新基金,用于扶植早期阶段的初创公司和成熟公司,帮助英特尔完善代工服务。 至此,为扶植IDM2.0发展代工业务,英特尔已投入多笔巨额资金。 然而,此前英特尔8月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英特尔代工Intel Foundry营收自今年以来连续两个季度下跌, 亏损持续扩大至28亿美元,营业利润率持续下跌至-65.5%。 英特尔代工于2024年2月成为独立营运部门,成立之时称将每两年规划一个节点, 并更新了先进工艺技术沿进路线图, 其中包括4年内交付5个工艺节点, 以及将在明年实现Intel 18i工艺技术大批量制造的计划。 自英特尔公布第二季度财报以来, 由于代工等业务表现欠佳,外界对该公司的谣言和猜测不断。 9月下旬,英特尔执行长纪兴格向员工发送全员信说明, 正式对公司代工业务、全球建厂计划等作出回应。 英特尔一系列整顿措施,包括计划让晶圆代工事业独立为子公司, 不仅拥有自己的董事会,也未引进外部资金普鲁, 将延后德国和波兰建厂计划两年, 同时争取到亚马逊云端事业AWS人工智慧AI晶片客户。 具体来看,英特尔将拆分其晶片代工业务, Intel Foundry为一家子公司。 拆分后,英特尔代工Intel Foundry和英特尔产品Intel Products的损益和财务报告将拆分, 但英特尔代工领导团队没有变化。 在英特尔董事会开会检讨未来走向后, 端出一系列重整措施, 业界关注的英特尔晶圆代工服务FS将独立为子公司, 虽未分拆和出售, 但更进一步区隔IC设计与晶片制造部门。 基辛格表示, 此举能释出的重要益处, 包括评估独立资金来源的弹性, 以及优化各事业的资本结构。 CNBC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英特尔也在权衡是否分拆IFS, 未来可能转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 另外, 英特尔与AWX宣布扩大战略合作。 最后, 英特尔还将精简并简化X86的产品组合, 规划在今年底前缩减或退出全球三分之二的办公室据点数量, 出售Auterra部分持股。 在此次宣布英特尔代工独立之前, 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说明会上, 基辛格表示, 任命原美光工艺研发和营运高级副总裁Naga Chandrasekran 为新的全球营运长, 执行副总裁以及英特尔代工制造和供应链部门总经理, 旨在领导英特尔的全球制造业务和战略规划, 包括晶圆厂分类制造、装配测试制造、 企业质量保证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领域。 基辛格此次还提到其全球制造业扩张的范围和速度的最新调整在欧洲, 英特尔提高了爱尔兰晶圆厂的产能, 并称爱尔兰将成为英特尔在欧洲的主要枢纽。 而根据预期的市场需求, 英特尔在波兰和德国的专案将暂停大约两年。 2023年6月, 英特尔宣布赤资最多46亿美元, 在波兰弗洛茨瓦夫建设先进封测厂。 同月, 英特尔宣布赤资330亿美元, 在德国马格德堡建设两家晶片工厂。 在亚洲, 基辛格称, 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设计和制造中心。 计划完成在马来西亚的先进封装工厂的建设。 该工厂于2021年12月宣布投资建设, 投资超过70亿美元, 现已部分投产。 基辛格称, 其他地区的制造工厂建设计划没有变化。 在美国, 英特尔仍在推进在亚利桑那州、 俄勒冈州、 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的专案。 其中, 亚利桑那州的两座工厂预计投资超过320亿美元。 俄亥俄州先进制程晶圆厂, 预计投资200亿美元。 此外, 基辛格还宣布, 英特尔在9月中旬早些时候, 根据晶片和科学法案, 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30亿美元直接资金。 今年3月,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向英特尔拨付85亿美元资助款项, 并额外提供110亿美元贷款支持。 实际产品传出方面, 英特尔宣布扩大于AWS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mazon Web Services的战略合作。 英特尔代工将在英特尔18A上为AWS生产AI Fabric晶片, 还将在英特尔3上生产为AWS客制化的Zion 6晶片。 英特尔将与AWS就涵盖 英特尔18A、英特尔18AP和英特尔14A的其他设计进行深入合作。 AWS执行长Matt Garman表示, AWS和英特尔的合作可追溯至2006年, 两家公司共同推出第一个采用英特尔晶片的Amazon EC20例。 双方的持续合作能够为共同客户提供, 运行现有工作负载需求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AI负载的能力。 此次合作一方面证实了英特尔的代工制成证, 沿着四年五个制成节点的计划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美国本土的AI生态系统。 在生态建设方面, 英特尔代工也已获得包括Synopsis、Cadence、Ansis、Siemens、ARM等在内的EDA、IP服务合作伙伴支持。 今年2月,微软也曾宣布其即将推出的客制化晶片将由英特尔代工, 采用Intel18A工艺进行制造。 总体来看,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发表全员信后, 其重点介绍了英特尔正在着手进行的几项变革工作。 其中包括与亚马逊云服务AWS的客制化晶片专案合作, 独立后的晶圆代工业务Intel Foundry营运, 获得美国晶片法案补贴后的建厂计划。 出售旗下FPGA可编成晶片部门Oterra部分股权的调整等。 英特尔的晶片代工业务变化无疑是市场最关注的动向之一。 由于英特尔回应了代工业务独立后的下一步趋下, 相当于间接否认了计划出售的说法。 英特尔称, 独立后的Intel Foundry将设立为独立的子公司, 成为英特尔内部独立营运的实体。 这是近年初设立独立随意表和财务报告模型的进一步进展。 对英特尔这项重大决定, 台湾半导体业内专家陆行之发文表示, 终于看到数年前预期分割的一大步, 但感觉执行长还是想脚踏两条船, 还想维持整体性竞争力, 不打算壮实断腕, 短期不打算分拆或出手晶圆代工事业, 这个脱油瓶。 陆行之指出, 后续需要持续观察换汤不换药策略的进展, 并提出四个观察重点, 包括是否持续降低晶圆制造此公司持股比例, 核实分拆出手或IPO晶圆制造此公司, 是否降低资本支出销售比CAPEX Sales比例, 是否像格罗芳德一样提高设备折旧年线。 陆行之强调, 不管如何, 英特尔持续降低晶圆制造重要性是正面的, 有些投资人可能会燃起一丝希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